有个的无分 高有的不提 个国家好连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 有两个孩子在大山里迷了路 他们只能在山里靠采摘野果 和抓捕小动物为师 过着鸡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有一天天上来了一只鸟儿 鸟儿的嘴里咸来了古物的种子 送给他们 他们在山上开垦 悉心栽培收获了庄稼 这就是鸟与山兰道的传说 小动物的故事 鸟儿的一个人 互相传 我所遇见 这就是鸟儿的一个人 鸟儿的一个人 这就是鸟儿的一个人 我所遇见 鸟儿的一个人 和这些人 一切是鸟儿的一个人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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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人类 前来这个活种 还有谷种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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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鸟 鸟 italia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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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鸟纹 这些是鸟纹 鸟纹 下面这个是鸟纹 下面这个大大是鸟纹 这个就是班旧 这个是班旧 这个是工的班旧 这个是班旧 就是母的 刚刚是工的 母 这些是百姓 跑就空咯 这个文样就是鸟脖子底下的斑点 这图也是班旧鸟脖子 上面这些 这几个是小鸟 这几个就是小鸟 这个是 流程主要是 白沙鸟方圆的图案 图案呢 下面这边 上面也是 鸟烧的 井区井匠 梨族的农业生互 跟农业到水田农业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逐渐 学会了水田农业 这个就是米粒纹 还有房边 这个是水波纹 米粒纹跟水波纹 它是结合在一起 因为水道就是长 就是在水里面 米就是要用水来煮 所以这个米粒纹跟水波纹 是结合在一起 自生同学 它这一个是米粒的 整大条大条 这个花的是米粒的 它这一小条 这个是蚂蚁鹿的 群头都是米粒的 这个是林道就是隔少 汇马 这个是林道的隔道 就是隔道 道骨 外挖的就挂了 就挂挂 这一步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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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然 在中间黑黑这个是一种动物 也是在水里面的 以前都可以撕的 我们的梨族话就叫蜡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些孙明继续传承果跟农业这种做法 但是它主要是作为农业中的一个补充形式之一 用汉田来种产兰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